全面升级 全面升级是个怎么个升级法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德馨这一款大熊做的双拓板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间 但零下也像空里侧脸 又记得清风撩薄新鲜 看一下我还那个工作环境多么的艰苦 虽然说台风吹起来很爽 但是呢为了给大家做测评 我就顶着台风说了吧 这个呢采用的是伊威克Ocean的底盘 3.0T的柴油发动机 8AT的变速箱 额定人数呢是6座6卧 并且呢我们这个功率是125千瓦 扭矩可以达到400牛米 再来看一下侧身 房车的专业门脚踏板 以及上方的户外这张盆 这边来到的就是我们户外的这个灶台区 看一下这里面它有一个分布非常明确的 行驶过程中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调料来回晃动了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重力加水口 以及这边是一个电瓶舱 黑水箱的位置和外接试电口 虽然我们这个储物舱不是贯通式 但是它两边都有门 所以说取放东西非常方便 并且呢它的空间也很大 再来出来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后拓 能够看到这里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下面呢倒车影像倒车里大家都是配备的 再来看我们那个支腿啊 防止你的车体晃动 来看一下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 再来下方是我们两个小储物舱 并且我发现它里面有点这个双层地板这种设计 隔了一层的话 在冬天的话会起到一定的保温效果 这款车呢长宽高 分别是5995×2280×3180 并且座椅呢它是气旋座椅 正副驾驶呢都是配备了安全气囊 多功能方向盘 8速变速箱以及我们的显示屏 定速巡航ESP以及车道预警偏离系统都是配备的 再来看一下上方 额头上方呢配备了一个超大尺寸的双人床 下边呢配备了一个小米的32寸的大电视机 双音箱 再回头双音箱 所以说我们配备了四个音箱 会客区域 首先小周版是可以升降的 可以拼成一张床 再来看我们这个沙发对坐的一个卡座 四人座哈 布衣加皮革这样一个包裹 我发现咱们这个皮革这一块的话是一个牛奶白的颜色 它没有白色那么白也没有米色那么黄 所以说整个看下来这个沙发真的让人很有食欲 很奇怪 再来看一下后面 冰箱的话就是我们这个138升赛特福德的冰箱 空间还是很可以的 上面呢还配备了一个储物柜 纵身是不是非常nice 来到休息区域 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咱们这个正儿八景的一个双人床 空间是挺大的 然后里边的话是1米92 外边是2米2 整个宽度是达到了1米6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正儿八景的双人床呢 因为它跟这个家用的双人床差不多大小了 再来看卫生间局 卫生间局首先呢 这边贴心的一个设计啊 就是有很多的置物架 这边呢折叠的一个洗漱台盘 以及这边非常有质感的一个置物架 后边呢就是我们的推窗 以及这边呢是我们的界面 头顶扇方 通风系统也是配配的 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淋浴系统了 找了半天 是不是很好奇马桶在哪里 就在我的脚下 但是呢要给大家变个魔术 来一起看一下 隐藏式马桶 是不是就马上现出它的原型了 那整个卫生间局就是这样 厨房区域 首先独立的台盘 独立的电磁炉 上边呢是一个美的的微波炉 下方配备了三个厨柜 一起来看一下空间 这边看到我们这个洗衣机 以前呢是选装 现在每辆车标配 再来看上方 就是我们整个电路的一个控制面板 娱乐系统冰箱 以及我们电池的显示表 还有我们这个后侧 以及左侧拓展的这一个开关按钮 都是在这里 非常的方便 以及头顶呢 就是我们格力的一个顶制空调 水电配置的话 水是250升的净水箱 和50升的灰水箱 电方面的话 配备了48伏200安时的锂电池和650瓦的 太阳能板和5000瓦的逆变器 是不是大电大水的这样一个标准了 这款车它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 老规矩评论区见